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法庭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个许散 请大家记得帮忙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较早前我们看到 健仔拿着白色的铁肢 再加上浮板当盾牌 还有其他的黑暴手足在荃湾来了一场暴动 而他一下子就发到阿sir里 也被阿sir请他吃了一下莲子羹 就着他的案件 本来的审讯途中就说有人骂他 不如这样吧 着草离开香港 你有前途的 手足 行啊 将来回来香港 一起光复 再煲底剑 当然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此的手法 不单止这个健仔 下了搭 其实另外还有三个都和他一起同坐这条船 究竟是不是拆船呢 到最后 他们上不到现实的一只船 不过 可能就有如那个叫逢清华说的 当他觉得被捕的一刻 反而好像一种解脱 万一当日达吉利时真的被他们叫做有架船 坐得出去的话 生死未卜 就算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能不能够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呢 还是叫做暗不见天日 过着颠佩流离的生活呢 就算被你用到难民的身份 政治庇护的身份 去到一些不同的地方 到最后 有没有人真的叫做愿意 继续供养你们这一帮人呢 教祖前 他们这几个人 各自各的命运都算出了 而其中 他们当中最小的年纪那个 案发的时间是13岁 现在剪剪之间 要扣他那些带床的日子 搞着搞着已经去到17岁了 13 14 15 16 17 未来还要进入这个教导所 要好好教导一下 其实又有什么位呢 当然他的年纪关系 他的名字是不会公开的 那他涉及到什么案件令到他要这样去着草呢 13岁而已 就要着草 他就牵涉在2019年的12月13日 一个便衣警员就在将军澳的上德邨 就被这一帮黑暴友追着来私了 其实一共Doreme Faso 六个人被控暴动和非法禁锢等等 其中五个人就分别已经认罪了 他经过审讯之后就被裁定罪成 也要去蹲监了 那剩下就是这个13岁少年 他都认了四项的罪名 分别就是非法禁锢 暴动 有意图而导致身体受严重伤害 非法集结和使用蒙面物品等等 法官也引述他在着草潜水之前的五个月 而家福会也就着他有意认罪 而帮他写了求情信 似乎他在这好几个月里 就受到这些有事令到他要去着草 变成了他在2020年的时候 就没有出席到这件案的提讯 话说因为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就听到同伴的建议就躲起来 说这些20个月的躲起来 是既贫穷也有一个很痛苦的阶段 而到了2020年的7月 大家都知道是一网成禽 再加上其实现在来说 被捕之后就再还压了 已经有足足15个月了 你想想在这个年纪 年轻人其实有很多可以做 读书、去玩、打球、游戏机 或者和朋友嘻嘻嘻嘻 其实是不应该要过一些这样的日子 躲起来 虽然好像据说有游戏机 被打人服侍他 但始终都是一种担惊受怕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人去拘捕 甚至会不会有人对你有什么不利等等 之后自己会怎样 记住,那时只有十三、四、十五、六年纪 竟然要面对这样的事情 再说回 他是不是真的这么仇警 或者是否对社会有这么大的控诉、反抗等等 13岁而已,案发的时间 你最多都是中一、二岁而已 你对社会了解有多深 逐一说一句 猫猫都没齐 你就瘋成这样 那法官对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觉得他是出于好奇心、贪玩 所以才会犯了这宗案 你说如果真是贪玩、好奇 你买一只kinder出奇蛋也好 一切的欢乐就尽在一只kinder出奇蛋 新奇刺激又有趣 那需要什么去私了呢 当然似乎这些小孩 在家里可能未必好好管教他 13岁而已 自己走出街睡 睡到夜晚和其他人一起去私了 虽然说一句 你在附近看看就算了 13岁的你还很小 理论上来说 你说不让他很高大威猛吗 其实现在见他引述求情的时候 说他患有酵喘 还有过度活跃症 刚才提到他躲起来 还有其他不同的东西 这段时间 如果你一个小孩不见了 我们尝试在家人的角度来看 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跟家人联络 据问他们也有问过家人 拿钱筹期去穿草 如果一个儿子 这样去穿草 或者躲起来 作为父母、家人 是不是也很想见个儿子 起码不用这样躲起来 或者去哪里也好 搞得像老鼠一样 要不就叫他认罪 如果真是坏的、贱格的 你就叫他 例如穿草去哪里之后 会不会家人再去那里和他回合呢 看到挺离奇的 原来他的家人 就说原来已经移民去了英国 已经做了BNO友 我也想了一会儿 很离奇 是不是他家人已经放弃了他 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路线图 就说要去舵 目的地是台湾 大家都知道 台湾那里说 上岸都可能会给你上岸 但是 会对你不太好 饱你不亲 饿你不死 等待机会 看看能不能把这些人推过去美国 如果推过美国 他就是一个等待政治庇护的人 英国和美国的距离都很远 你说能不能够再在美国 然后再去英国 你记住一件事 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拿着特区护照 或者其他国家也好 地区也好 的证件来到飞来飞去去旅行 你是逃犯 但你记住他和那些 许智峰、罗冠聪那些又不同 罗冠聪是因为 因为未正式拘捕他 落案起诉他的时候 他已经拿着护照走了 许智峰那些 欺负护照回来再飞走 我们要记住分别之处 究竟他家人是否已经放弃了这个儿子 还挺离奇 在他的判刑的时候 我们看到李俊文法官是这样说的 因为他在这案件获准保释期间潜逃 所以被控妨碍司法公正罪 就着这个罪名来说 较早前已经被判了他入教导所 不过这两宗案就叫息息相关 下令刑罚是同期执行的 真的算是执行的 散停的时候在旁听席 这集旁听诗里突然有人爆了一句 就是照顾自己啊乖仔 叫他乖仔 究竟是什么人呢 是否他的家人在英国回来 听他这次的审讯呢 还是那些庞听司 就当了他自己的儿子那样 你看见那些什么王婆婆 就当这些自己人一样 直到今时今日 还抱着他们来哭 究竟是真正的他家人回来 还是红路人当了他是儿子呢 大家不妨留言说一下 先说回这件事 非法禁锢的时间大概7至8分钟 暴动的时间也是2分钟左右 这个被告这个年轻也举起手机 将那个镜头对向便衣景 你看看多可怕 还没够 13岁就已经这么狼死了 用雨傘狂打这位警员 搞到这位警员鼻骨也骨折了 所以就说了 这案子情节严重 不过事件没有预谋 也没有主导、号召的角色 这位警察也没有后遗症 你说其实是否真的出于好奇 贪玩呢 法官还有多些少的说法 就是接纳辩方所说 他当时只有13岁 不成熟 对于法律和秩序观念很薄弱 容易受其他人影响 所以判刑是以更生为主要的考虑因素 也说是符合社会利益的取向 所以这些人又被那些黄尸说他们13岁 都觉得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所以要出来抗争 或者又会借着这些小孩子 说他们13岁都明白到 都认知到颜色景是多么可乎 要出卖一份 但其实还是这些年轻 太容易受到这些人的煽动疏擺 就是以为这样是英雄 就是我们自己都经历过这个时期 那个英雄主义感 或者对于如何自己想标出一个形象 或者那个价值观 是挺我行我素 和不听人说的 就是以为这些反叛反抗才是刑 但当然我们不会去到好像是这样的 连警察也不怕 当时那个社会气氛 直接是瘋到这样的 就是习警、私了 甚至乎警员有支炮 他们也不怕 还会塑造到一种要挡子弹 总要是挡了 是令到同路人 会对你们零眼相看 好像很帅 那些 是那么疯狂的 不过你说他是好奇贪玩 我就不太同意 不过怎么也好 都要尊重法官的说法 尊重法庭 好奇和贪玩 很多东西都可以 玩一下变魔术 整固一下人 都算是可以 是不是 都不是要去到私了 跟别人出来做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 他们在将军澳 又是周同学跌下来的那些 如果你问我 我反而想去尋根究底 究竟有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得到你的推论是对的呢 并不是 你不断製造一些假的东西 扭曲一些事实 来合乎你们自己的假设 这件事是那些黄丝很常做的事 不过当然有些人为求达到自己的目的 或者要合理化自己所说的东西 为什么不说逻辑 为什么不说理性呢 就是这样的了 就是硬硬都要屈到这件事 是你的说法的 生安白做都好 等于那些新屋岭 明明没有这些东西的 为了抹黑警方 就要说到在里面 又打又砌 有些人去沙岭 还是怎样的 你看今时今日 还有没有人说要集体去沙岭 一个月去一次 阮民安那时候都去过的 那你现在蹲完牢 有没有去沙岭拜手足 没有 那时候有些做戏 当然这些东西 总有些傻子 总有些像这些 13岁的年轻 不成熟 对于法律和秩序的观念薄弱的人 甚至乎扭曲了整件事的人 他们会盲目去相信 还觉得好型 最终你们这些人 能否在里面得到利益呢 我想加多这么久的话 现在人们都开始明白 当时有多傻子 希望这个年轻人 出回来之后 可以好好重新做人 你说他家人 能不能够带他去英国呢 第一 他家人能不能够住 在英国的生活 5加1 行不行 会不会叫回流 会不会为了这个儿子 一起回流回来香港呢 还是他们已经是心死了 放弃这个儿子呢 如果他出回来的话 是不是要交给亲戚朋友去照顾呢 还是让他自己在香港自生自灭呢 因为出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成年人了 是不是去黄店找一份工作 再过去自己的生活呢 他家人就需要自由空气了 不想再面对这个极权 就是连他13岁的儿子做了一件这样的事 搞到又要躲起了 还是他家人因为有协助过他 如果他想离开香港的话 又怕这些证据呢 会不会已经被健仔 那些冯清华那些 已经搞了出来 会不会警方已经掌握了这些证据 所以他家人唯有忍痛 把儿子放在香港 都要离开香港呢 因为如果协助犯罪 这些呢 帮罪犯这样去搞这些 是很大罪的 要蹲10年的 或者他家人就抱着一个盼望 但是光复了之后 就可以回来和小孩在煲底见 那会不会呢 似乎他家人身有什么 来放弃他 而离开香港去英国呢 我估计这个情况 这个机会率是颇高的 一个年轻 因为法官所说 好奇、贪玩 搞到自己一身矮 之余 家人可能因为帮过你 而要离开香港 又或者他家人 都是这么黄 都想离开香港的了 都不一定的 是吧 什么可能性都有的 我们都是纯粹猜测 我也不会说 屈到他家人一定是 只不过说一些可能性 出来大家一起分析 这种原因 好了 今次到这里先了 多谢大家 拜拜